你相信吗 这个女孩就因为看了下十三说过来 就被绑了 叫什么叫 大哥 她没叫啊 叫不了 大哥这个小姐姐好漂亮 小子 你讲什么呢 别乱来 不然事情大调了就玩完了 先准备准备 弄好了 就要联系十三了 D什么D 不是 你一个小保安的 前面的车让他进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你有没有看到别人开什么车 我车也不赖啊 你看 快给我开门 让我进去 小区内禁止停车 你要是能 你也开超跑 我也给你开门 哼 敢叫我小保安 想进去 门都没 快看那辆超跑下来的人 怎么是个捡破烂的 还在那里捡起来了 因恭喜宿主回收破旧玩具飞机 获得私人定制飞机 已停放在海景别墅空旷草坪 强子 老大怎么了 我刚要去找你 你在哪 我有事 你先去学习开飞机 老大你确定是让我去开飞机 而不是打飞机 学快点 下次要叫你开飞机去买菜呢 飞机就停在我家 你学好就拿去练练手 好 我马上去 你就是十三呀 是的阿姨 阿姨 我来了 是小旭呀 怎么现在才来 这不是小区的保安吗 态度差得很 停个车麻烦那样子 小旭 你怎么来了 阿姨叫我来的 小旭已经追了我三年了 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整天就会死缠烂打 讨厌死了 来了也好 刚好十三在 可以把我和十三交往的事情告诉他 让他死了这条心 伯父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V of Quee Quote 凯歌香槟 来就来了嘛 就别浪费买东西了 还是小旭董事 哇 瓶子好漂亮呀 土憨憨 没见过世面 小旭 这位是谁 小旭呀 这是小旭的男朋友呀 你可要加把劲呀 不然小旭都要被拐跑了哟 妈 你说什么呢 想来阿姨是站在我这边 没看好这个香巴了 一个香巴了 也想跟我抢女 也不掂量掂量下自己几斤几两 兄弟 没见过吧 V of Quee Quote 限量版凯歌香槟 每个瓶子都用22.4克拉的黄金保险纸一封 盖头是用24K镀金帽子 上面刻有克里姆夫人的签名 具有收藏价值 价值1.2万美元 哇 难怪瓶子这么好看 这姐夫是假的吧 怎么这么狠 真够丢脸的 既然不认的也不要表现出来 也要装得像日式的样子嘛 哎 小旭就是不听话 小旭多好 天要去找这种土憨憨 幽怜死了 希望小旭能让小旭回心转意 这位兄弟做什么工作的 没看到吗 收破烂的 原来是收破烂的呀 这个等一下喝完点你吧 你还可以去卖个几千块钱 好呀好呀 熊鬼 我敢说你还真敢移民 兄弟家里是不是没钱 你怎么会想去收破烂呢 我家是没钱 我老妈为了供我上大学 家里的大肥牛都卖了呢 家里的大肥牛都卖了 你就读完大学后 出来收破烂 对呀 所以等我多赚点钱 多买点大母牛回家 孝敬我母亲 收破烂一年能赚多少 不然我公司还有些普通岗位 一个月也得有四五千吧 我介绍你去 我也不知道多少呀 小旭就是心胸宽广呀 来来吃饭 十三哥 没事的小七 十三呀 不是博武说你 年轻人要多努力 收破烂不是不好 但是你看小旭 年纪轻轻就当上经理了 如果真为小七好 就放手吧 妈你说什么呢 十三也很有能力的呀 再说了 我只喜欢十三 女儿呀 父母都是过来人 累怕了 我也不想你累着 我知道年轻人不在乎这些 但是等到以后 整天再为柴眼里措发愁 你就知道 现在的选择有多错误了 是啊 女儿 小旭条件好 她可以给你想要的物质生活 没有物质的爱情 不长久呀 对啊 小七 跟了我 我会对你好的 喂 小九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我在星星科技的面试失败了 小九 别难过了 要不看小旭有没有认识的 看有没有办法 星星科技嘛 我认识他们一个部门经理 我帮你搞定 表现的机会来了 能得到小姨子的知识就更好了 小七 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喂 王总呀 哦 是小旭呀 有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的 我一个妹妹去你们公司面试 没通过呀 能不能通融下 改天登门拜谢 小旭呀 是这样的 本来问题不大 不过这几天来了一个执行总裁 没人敢做小动作呀 所有你现在是找谁都没用了 哦 好吧 小九不好意思了 你也听到了 是找谁都没用了 刚好这几天 蹦出了个执行总裁 气死人了 都怪这猛头青总裁 什么时候 不来刚好这几天了 要不我试试 就你一个简不安的 难道你还能比小旭有门路 我还能比较去 不过这几天了